环礁今晚的NPS Day来看独行侠和塞尔提克总冠军赛的第二战 卢卡在前两截就砍了23分 但是绿山军的攻势更平均 半场三分领先 没错 而且到了下半场两军是持续纠缠 甚至到了中场前一分钟 独行侠还追到直升下五分差距 但是小白的日外是跳了出来 伤给独行侠重要的关键麻辣锅 帮助塞尔提克中场105比98赢球 系列赛2比0取得领先 NBA总冠军赛第二战 打死独行侠继续做客 Titi Garden 踢管波士顿塞尔提克 罗卡当局赛前两小时评估胸口 膝盖 脚踝都有伤 出赛打问号 最后欧洲金头还是打卡上阵 地主绿山军严正一代 Zenbro快攻 双手灌篮 蓝独卡开赛更猛 单截砍了十三分 率领独行侠二十八比二十五领先 对于小斑屏系列的他们 是很不错的开始 进入第二节来看Jayson Tayton画面 切入挑战篮筐 放进两分 指标球性的对决 卢卡也挥进好球 切入no looking pass 给到Derry Jones中演 果然是背后掌眼 当时除了传球 这一节又攻下十分 前两节独拿二十三分 手感超烫 不过赛尔提特也有惊喜 除Holiday没有浪费队友的豪意 投进三分 这一节攻下了十一分 帮助绿山军反超 半场打完五十四比五十一 他们是领先的一方 经过中场休息之后 卢卡继续展现他的传球 视野 找到Lively轰炸蓝筐 努力帮队友加入战局 至于泰坦超人 面对包夹伺候 事实送给Holiday也很重要 陪等这场十八分 十二助攻双十演出 杰伦也来加码长城炮火 这一场攻下了二十一分 绿山军成功扩大双位数领先 加上第三节中调前 Purcher飙进超远 打板的楼梭帅 让塞尔提克球迷羡慕疯狂 塞尔提克期待打铁趁热 拉开差距 独行虾只是要努力翻盘 麻烦的是当局发生失误 绿山军的反快攻 赖个双J连线 告诉对方 我们没有争夺一哥的气氛问题 惊同这场巴士的失误很伤 这次的传球被外抄截 再有Holiday标准三分 假日哥攻下全队最高的二十六分 下一波换刚刚神偷 小白表现 塞尔提克来到他们全场最多的十四分领先 来访的独行侠并没有放弃 卢卡在二病手感不佳的情况之下 堂起球队 只剩三十三分 十一篮板十一助攻的大三元 帮助球队中场前一分十五秒 追到六分差 还有机会 比一追挖行天快攻放进化 就更紧张啦 结果接入外盖了重要的麻辣火锅 只剩十八分 三超解两火锅 加上他在内 团队一共有五人得分上庄 中场塞尔提克一百零五比九十八 击败了独行侠 在总冠军赛二比零领先 没错 说到防守 就不得不称赞 主哈雷假日哥 但是赛后他老兄 还是把眉光灯的焦点 给球队一哥 杰森泰森 如此团结的气氛 也让独教授KP感同身受 就算身上有伤 就算战死沙场 也在所不辞 总冠军赛第二场顶尖对决 赛尔提克与独行侠 此意不断纠缠 直到决胜关头 才终于焚出胜负 就算投篮命中率 稍低于对手 也没能使出自豪的三分羽攻势 团队外线三十九投十中 不过只是一般的毛毛鱼 但是绿山军再次诠释全员皆兵 优质绿叶更是让欧洲金童羡慕不已 我认为他们是中一局是中一内地前 派的中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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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 中一名中一类 都没有很多大踊 特别很惯尽 平台几个人可以手上 除了俠克叔叔給出一個大大的讚 砍進總冠軍賽對時第一個大三元的 盧卡 應該也不得不豎其他的大拇指 畢竟攤開雙方角色球員的發揮 塞爾提克的副手們真的出色許多 尤其是季前找來的假日哥 完全展現冠軍後衛的價值 全場二十六分十一籃板 而且作為空位卻沒有發生任何失誤 還懂得把焦點留給雙追連線 這氣氛不只是好而已 根本是好到不行 無論是砍進二十六分Holliday還是完成準大三元的TATEM對於綠山軍而言都是缺一不可的人物 當然Derek White的輸出也是至關重要 包含價值連成火鍋 還有一件封喉的三分球 繳出十八分五籃板三四超捷以及並列兩隊最多的四季外線 證明小白也是不能忽視的躍腳 而上一戰有爆炸性演出的KB 即便決勝節遭遇傷勢 卻不想再錯過最後的幾場比賽 要義無反顧的拼一次 替補出發的Prozingis 貢獻十二分四籃板兩季火鍋 跟老國佛輪流扛起球隊的禁區 軍榮壯勝的綠山軍 靠著五門棋的深度打下隊史最長的季後賽九連勝 除了雙追連線以外 角色球員也都能 帶來巨大幫助 是屢戰屢勝的重點之一 距離聯盟史上最多的 隊史第十八座冠軍金杯 還需要拿到兩場勝利 接下來前進達拉斯客場 塞爾提克會不會再給對手任何機會 所有球迷都睜大雙眼等著看 好 這場手感頻頻是努力用不同的方式來幫助球隊 更重要是證明對方的離間技沒有成功 沒有錯 數據仔細彈開來會發現雙接這場比賽總共的助攻 攻速是十九次 幾乎要比獨行俠全隊的二十一次還要多 說明他們的心態是逐漸成熟 也夠格讓OK連線的俠客叔叔輕受武功 面對獨行俠總教練 射下了離間技 塞爾提克雙J連線不為所動 直接用場上表現證明沒有受到影響 被看扁的傑森Tayton 雖然命中率是慘淡的不到三成 全場只攻下十八分 但傳出十二次助攻 相當亮眼 Jerlen Brown也補上二十一分七助攻 兩人助攻數加起來十九次 都快比獨行俠全隊的二十一次還多 似乎就是在告訴對面的機種 咱們綠山軍沒有所謂最好的球員 因為人人都是最好的球員 我們有很多武器看 要保護性 都加對我們判決對比賽 耳機皮疙 保護性能力 和我們獨有一個問題 我們應該都可以感覺很大以為 我們已經有所忠告多了 這幾乎力導致的特色 為何讓我讓我讓我的乎和我需要臨過去 臨時可以得到達到那裡 雙炭花連線各自得體的發言 顯現他們跟兩年前闖進總冠軍賽 卻敗給勇士鯊魚而歸的自己 心態已經有所提升 某種程度上或許是當時的勢力 給了他們成長養分 但如今走到這一步 更有不少過來人想提點他們 我會想說 我們去贏這些獎項 那就是這意味道 我對這意味道 我明白 歷史上頂階的雙人組合不在少數 但能真正成就為大名流輕始的 卻寥寥可數 顯然在1999到2002年 幫助胡仁拿下三連霸的OK連線 Shakee O'Neill跟Kobe Bryant 就是最佳模範之一 然而跟一內一外的前輩不同的是 雙J這隊搭檔 各自都主打風味搖擺人 位置跟重疊球權也更難分配 但至少贏下這場Game Two 已經是邁向成功的一大步 就看接下來在獲得 俠客侵權的真言後 他們能否繼續維持